现在凤凰树开花了 特别的漂亮 这边一般骂孩子的不错 这边骂狗的多 有的时候教育狗跟教育孩子 大家早上好 我是麦子以色列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以色列的话有很多奶爸 在国内的话 不是有一个说法吗 叫做上偶式育儿 这个的话 可能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是 一对夫妻的话 有孩子以后的话呢 更多时候的只有一方付出了 时间 付出了更多的时间 和孩子一起成长 然后另外一方呢 可能很少参与 这个也就是叫做上偶式育儿 这个在以色列这个情况是没有的 很多情况下 上偶式育儿的话呢 绝大多数是指的女士这一方面 他呢就付出的更多 因为男士可能很多情况下就会说 我在工作挣钱 在养家 绝大多数就是女士的话 就是更多的去陪伴孩子 在以色列的话呢 上偶式育儿这个是 据我观察是没有的 而且我记得我十几年前 第一次到以色列的时候 印象有很多印象很深的东西 比如说这边的话 怎么觉得 我到了特拉威夫就觉得 这边的楼怎么都是那么的破旧啊 这边的街道怎么是那么窄小啊 然后这边的人怎么那么的粗俗啊 然后这边的人开车 为什么那么的疯狂啊等等 这边的狗怎么那么胖啊 我当时就觉得 这边的那种狗狗啊 家里养的都特别的胖吃的 但还有另外一个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就是当时我就看到 哦 这边的父母 在他们有了孩子之后 他们还是有自己生活的 而且他们还是很潮的 就是着装上面是非常潮的 并没有说是有了孩子以后 就完全没有了自己的生活 而且这边的奶爸非常的多 看这边 咖啡馆这边 这个也是爸爸自己带着孩子 他们还都是会带着孩子去咖啡馆 去餐厅 所以他们还是会有自己生活的 然后也会去朋友的聚会等等 而且这边好像父亲有的时候 就是都是也知道 他们好像也知道该怎么去教育孩子 还都挺有手法手段的 挺特别的 在街上是时常的都能看到 是父亲独自一个人推着婴儿车 背着尿布包 然后或者是在儿童乐园里去陪孩子去玩耍 或者是就是跟其他的奶妈妈或者是其他的奶爸一起在某个地方去交流 有开聚会等等 所以当时对我来说这个印象是真的挺深刻的 因为在我们中国 可以说在我 反正在我这一带 我估计相信在很多人的童年里边的话 绝大多数的时间的陪伴 可能也都说是母亲这方面比较多 这个可能也是跟传统的习惯 习俗是有关系的 而以色列这边的话 他在最起码在以色列建国以后 这个新的社会构成的话 这种方式是极少的 他们双方都会付出很多的时间 因为以色列这边也好 以色列这边不管犹太人也好 还有阿拉伯人也好 他们其实也都是很注重家庭的 这一点其实跟我们中国人很像 但是他们注重的家庭是更多的是去陪伴 他们非常注重陪伴 比如说犹太人在每个周五 安息日就是要过周末 安息日这一天的话呢 所有的孩子都要回到自己父母家里去 跟父母一起去吃饭 然后在第二天 也就是他们周六这一天是休息日 很多的时候他们就会全家出去一起玩 或者是带着孩子去其他朋友家里去聚会 等等或者去海边游泳 去公园散步等等这些 所以也就是引出来 以色列这边其实他的娱乐方式是非常少的 大多数的娱乐方式 就是除了年轻人没有结婚的 他们可能会去酒吧坐一坐 咖啡馆坐一坐 去跳跳舞 晚上跳周末晚上去跳跳舞等等这些 但是成家立业的人们呢 他们对大多数的时间 一下班就是直接回家 有的时候可能会跟同事去喝杯啤酒 或者是聊聊天然后就回家 但不会说是彻夜不归 或者非常晚的才回家 这个情况真的是非常少的 所以他们绝大多数一下班就是回到家里去跟家人一起陪伴家人 特拉维夫也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地点 它是因为一种建筑叫包豪斯建筑 这也叫做国际风格建筑 现在你看到的这栋楼就是一个包豪斯的建筑 刚才这边一般骂孩子的不多 这边骂狗的多 那么有的时候教育狗跟教育孩子似的特别好笑 刚才就看到有人他的样子 两个人的狗遇到了 然后就在汪汪汪的叫 然后有一个人就告诉他 干嘛呢 干嘛呢 叫什么什么的 特别像教育小孩子 但是很少看到他们去对他们孩子嚷嚷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搞笑的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就帮忙点个赞 转发关注 谢谢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